当我们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关于换钱、手机卡、当地的交通、住宿 这些问题通常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 我分享了出发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本期视频我会继续来分享 当我们抵达一个国家的时候 可能都会面对什么 可能都会发生什么 都有哪些流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在你从中国出境的时候 如果你是搭车航班出境 在你拿到登机牌之后 首先都要经过中国的边界出境 这里你可以选择通过人工 或者选择刷中国护照直接出境 前往不同的国家之前 可能有的都会需要你填一个入境的表格 这次在前往菲律宾之前 航空公司给我们发了一个 入境菲律宾的表格链接 大概就是填写在菲律宾待几天 大概什么时间到 什么时间离开 然后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 在你计划前往一个国家之前 一定要首先查一下 在当地当时的气候 这个最好是要具体到某个地区 在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的气候其实是雨季 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 实际上是在南部的达沃 那个地方刚好避开了雨季的区域 而后来我们在那里的几天 基本都是阳光明媚的 这也是我们选择那里 作为主要目的地的原因之一 然后下一步我们正式进入本期的内容 马上就要入境目的地国家了 菲律宾 通常入境一个国家 你需要有的一个心态是 编辑人员有义务为你提供服务 关于使用语言 世界上大部分的编辑人员 至少都可以用简单的英语交流 即便你语言不通 他们也有义务为你提供帮助 澳大利亚签证和日本签证 是打印过的 日本签证他还会让你验证一下 机场有WiFi WiFi可以使用一个小时免费的 两个小时 是吧 他最后还问我住哪 然后我就给了他第一碗 就今天在马云亚住的地方 我给他手机截屏 没有给他订单 他有没有看你的回程机票 没有看回程机票 他也没有看我的回程机票 关于回程机票 在往过往12年125国的经历当中 大部分的出入境经验 其实都是不看这个的 所以我大部分的经历 我都是没有回程机票的 但是每个国家 每个地方的要求会有不同 一般网上都是可以查到这些信息的 刚从那个里边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通信行李 所以直接就拿着手机行李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一般第一件事是要换钱 这边有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多钱庄换钱的地方 我们看选一家就是汇率比较好的 因为通常机场的汇率都会比市区差一些 所以我第一次换汇只换了20美金 这钱大概足够去到市区 我的打算是到了市区之后 在当地再找到汇率更好的地方 然后再多换一些 当地也可以使用银联支付 也有知识银联的ATM机 但是因为当地曲线的话 手续费会稍微高一些 所以我最终只是选择了换汇 而不是曲线 这边有两家换钱的 一家是58.1 另外一家58.3 那肯定我们就换了58.3的 可能在我外面也有 但是呢我们就不想再折腾涨了 要省点时间 省点精力 然后现在下一步就是办手机卡 本来我打算是 就是用中国那个手机卡 但是后来想了一下 先要不先到机场 机场之后看看这个手机卡的价格 如果比中国那边便宜的话 那就先在机场里面拿卡 但是刚过去看 他们上来给我们推荐的套单 就有1500提索 现在只有1100多 1150吧 一般如果机场的手机卡 变相收费非常的贵 我可能就会先用中国移动的手机卡 开通漫游之后 在网上或者一个叫做无优型的APP 花18人民币买一个 一季的国际漫游套餐 暂时先用着 这也足够帮助我从机场到市区 之后等我到了市区之后 我就会在当地 再去寻找更便宜的买手机卡的地方 通常当地的手机卡流量 都会比中国国际漫游套餐更便宜 要把车放到这 通常从机场到市区 有很多的方式 你可以搭乘便宜的公共交通 你可以提前在网上搜索 当地的机场交通情况 也有很多APP可以查 比如说某个地图 Movie 中国的小某书等等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在机场询问工作人员 如果你的语言沟通有障碍 可以使用一些翻译软件 关于各个国家的大车软件 也有很多 在东南亚 Grab是比较普遍的 这次在菲律宾 我们下载了Grab 就是我们最终打了一个车 然后现在在这边等车 这是地下一层 这个车电头是和中国一样的 这车电头是美式的 这个Grab的这个司机 他直接给我发的是英文 然后跟我现在打车电脑 然后我就在这 6号这个站台吧 我们两个人打车的话 是390地锁 大概就是48人民币 一个人24 25块钱 打车的软件是这个Grab 他在东南亚 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打车软件 然后里面还可以点完卖 从机场到我们住的地方 大概是8公里左右 打车大概48人民币 其实我觉得是挺贵的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 这个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 比方说机场这边有公交车 网上你也可以搜到很多的资料 然后现在这是我们住的酒店 在这个菲律宾马其拉第一款 这家酒店我们在很多APP上都搜到了 除了国际上的Bulking Agoda 在去哪儿上写成智行等平台也都有 也都可以搜到 我们比较了一下价格 这个酒店当天在同城APP下单 稍微便宜几块钱 大约150人民币一晚 通常这个钱都是可以在APP内部提前支付 到店或许还是要再支付一个押金 各地的情况都不同 也可能不需要支付押金 另外在酒店登记的时候 你也可以向前台询问当地的信息 比如说如何购买当地的手机卡 比如说哪里有推荐的食物 哪里可以换钱 哪里可以坐车等等 请告诉你真实的感受 有点脏 对 确实有一点脏 因为地垫和毛巾真的很脏 谁要有我请问谁用 我们逛了一个房间 为什么呢 是因为觉得那房间床杂很脏 逛了之后呢 不然其实也差不太多 干净一点点 但是我的话是还可以忍受 当你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 肯定有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 你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因为手机卡还没有买 没有手机卡可能会涉及到 没有特别强的安全感 虽然有中国的手机卡 但是呢 我每次都要给它热点 因为是我的手机号买的 然后当地一些软件的APP 中国的这个手机 手机它们用的 中国这个手机号 用的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还是想买当地的手机卡 实际会比机场便宜一点 我们刚才问了 接下来的这个流程 就是去附近买一个手机卡 然后吃东西 还有就是再换一些钱 因为这个酒店要1000匹付的家境 我们身上呢 打完之后还剩600多点吧 现在从酒店里出来 我们去一个叫做Cash & Carry的商场 我们酒店的前台 跟我们说那边可以换钱 也可以买手机卡 你对这边的印象 就第一印象觉得怎么样 挺两极分化的吧 两极分化 最近通常有很多那种高楼大厦 很繁华的 然后现在感觉又恐怖了 我刚刚跟卓尔说 就在 有些这种 你看摩托车比较多的这种贴图 可能有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 虽然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 也没有绝对危险的地方 但是 我们可能 有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 像这种摩托车比较多的这种地方 你尽量的走路的时候 靠里边的一点 如果你手里拿着手机啊 拿着相机啊 你要注意有没有那种 飞着脑 他可能骑摩托车 就后面有个人 就把你手机抓走了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它也有可能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这也可能会发生 你像我手里拿手机拿相机的时候 如果录像的时候 一般 几乎在任何个国家 我可能都会 有一下意识的 然后去 去握紧一下手机啊 或者两个手来拿手机啊 或者是 都会留一个心眼 所以我建议大家也是这样去 留意一下 这个是Cash & Carry 我们进去 说的不会是这里换钱 换钱 刚在门口关了保安 他说在里面换钱的地方有 然后这边英文捕据率比我想象的还高很多 换钱都关掉了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可能 很多事都可能发生 就比方说 像这种事儿 本来跑了 走了挺远之后 然后换钱 换钱的地方关掉了 嗯 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能还有其他换钱的地方 应该 我刚刚问了另外一个保安 说这边也有一家 现在来这边换钱 刚到这之后 我发现这边上面写NoCat 好像也不放下了 No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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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we can Wrest Unit Wrest Unit oh thank you 他说七连会吧 哦 这可以放下 七连会吧 一般就可以 由于也可以放下 这是2828 2828 28 2828 30 30 只100 哦 当你在一个陌生国家 应对各种突发的情况 可能也是一种常态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 这次的问题呢 好几折 刚才就是真的一波 好几折 这家换钱的地方 最后一家换钱的地方 就是说 直接说大面额 大面额的美金 而且过去很低 521比其他低10.2 然后我们就走回去 走出去就发现 走不到这个换钱的地方 然后就回来 回来就跟他商量 能不能 能不能或者用我刀的两个人来给他换 或者是能不能 通融一下 给换那个小时候的美金 但是不行 然后我又看到另外有一个人 他过去跟那个 跟他们换钱了 一个女孩 然后呢 我们就问他 你是来换钱的吗 你需要美金吗 你需要美金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换当地钱 然后他们过来 就跟我换 他是按照比较正常的回律 我们换的 对 也没有说挣我们钱 也没有钱 然后美金是真是假 什么的 还真的就是坑才简单 而且他很耐心 对对对 而且他是拿新加坡钱 给他们换 感觉他好像就是那种 可能新加坡打工 然后呢 在这边回来回来 因为在 在这个菲律宾 为什么就是加入商场里面 会有这种换钱的地方呢 因为他们有很大大量的僑民在台湾 所以刚才这种情况也是在领图当中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 你突然间 这个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事情了 对 但是你稍微换一个思路 换钱的嘛 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 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 今天是体验了一下 然后 现在是 走着走着 我们来到了一家电话卡店 但是呢 很不巧 我们刚到了这家电话卡公司 在一分钟之前 刚刚关门 不过我们还是问到了电话卡的价格 一张电话卡59笔锁 大约7块人民币 一个星期8个G的流量套餐 大约10块人民币 这个价格 基本上比机场我当时看到的便宜20倍 很夸张吧 有的时候在一些国家 就是这么夸张 这是在美食区 现在在这个美食区 我们转了一圈之后 发现不知道吃什么 不是说没有吃的 吃的还挺多的 然后也不是很贵 那边有那种 大概100笔锁的那种面 所以大概就10块人民币 突然间来到一个可能陌生的这个国家 如果你没有提前做这个所谓的攻略的话 可能你到最后不知道它当你美食是啥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怎么选 最后呢 我们选择的是 我之前我之前看 就是网上有说 菲律宾好像有世界上最好吃的芒果 但是芒果哪都要好吃的 所以这有芒果的话 那就点了一个芒果汁 菲律买的大概花了10块人民币 怎么样 视频里面没太可以说脏话是吧 要失望是吧 就那样吧 JUST的香精味 JUST的糖浆味 原来太甜了 我个人感觉这根本就 不像是芒果山炸出来的 这也是可能你到一个陌生物家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你会 你可能会走很多的这个弯路 然后 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弯路了 这是9718万 太弯了 对到最后呢 我们也没有买到手机卡 那个今天他们已经就是断电了 那个网已经断了 就不能给我们就是弄那个卡了 刚刚还在抱怨说这个网算 说没买到什么 转头一看 这不是菲律宾特色Jollybee吗 前面这个是 菲律宾当地本土的这个 类似麦当劳肯德基这种 他据说曾经干过 比他们业绩还更好 在菲律宾 而且这个 他的大老板好像是一个 华裔的来自图建的一个老板 主义来自图建的 这是当地菲律宾特色的这个Jollybee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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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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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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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197 24.3毛4人民币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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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在菲律宾这几天 十中人民币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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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多少钱 90 90 稍等 这一杯 11块1毛2人民币 就是现在的货率 11块1毛2人民币 然后 这一杯 24.3人民币 是吧 反正比这个毛5就是好太多 要抢我的 哈哈哈 我看就想不到 就点这么多 24人民币 而且是这种客餐店 所以当时点鼻子 我还以为挺多挺贵的呢 对对对对 万一换人民币24块钱 我的老天 中文叫什么快乐风 快乐风 好像其实是在香港澳门吃的话 会比菲律宾贵 应该是贵的 虽然我吃了在100多个国家吧 那就是呢 我还是 有的时候 不会 特意去做工业 可能我会 有的时候 到了那个国家之后 再去慢慢去赶车 虽然可能 什么比较可疑啊 但是 其实会是一些会 我等工作 要买 花钱买一些教程之后 再去适应那个国家 所以说 就是自我能够是这样的 对你呢 不是我想点评你 穿过老师 为了省钱 可以坐那个国家车 或者怎么样 来那个 往返机场和市区 做得累得要死 然后 然后花10块钱 买了一杯芒果汁 我就是觉得可能 因为看到那个 公司女士上写的 就是 菲律宾好像有 十样最好吃的芒果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芒果汁 结果 我被骗了 你们真的想象不到 这个有多难喝 我真的超 一点芒果味都没有 超难喝 我真的被骗了 就是反正这个芒果汁 比月套餐还贵 关于沟通语言呢 你你曾觉得这边怎么样 沟通语言 还好吧 说英文有 他们有一点口语 对吧 也很不错 也很不错 就是很多人会 对 但是也有可能 是我自己的口语 就是我听的话 大概 大概可以听过 你要让他放慢 多说几句 对 大概可以听过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嘲笑什么 或者说印度的口音 或者说朝向菲律宾的口音 其实 不是朝向日本的口音 但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他们都已经在说英文了 你到中国 可能他们好像是不错英文 它这个国家形成不一样 我没有朝向 不要针对我 我也没有针对你 我也有口言 我的口言就是非常河南的 我用英语口言 有的时候是这样 一两个方言一样 我们 是吧 每个人他都有 来自他原来 那个地方 所带有的一些成分 这其实也是这个世界 风和彩的一部分 嗯 嗯 整个来说 我们客观去看每一个国家 嗯 就是 每个国家 你看也有热情的人 都有热情的人 有些人说 不要去菲律宾 菲律宾 怎么排怎么滑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你到这边的时候 对 谁在乎你是哪个国家的 真的很 很夸张 我看着说 说来菲律宾千万不要晚上 千万不要晚上出门 千万不要晚上在街头走 我们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我也怎么办 哈哈哈哈 没人可能会告诉你是哪个国家 也也不会 难道知道你是哪个国家 也不可能说 上来给你 给你干嘛干嘛 就是像这种 媒体宣传的这种东西 其实 在我看着 它就是 呃 上层 社会 他们 呃 对下层的一种 呃 就是一种 一种操控手段吧 嗯 我这么说 你们可以试着去理解 你每个国家都有这种事情 你去周边 中国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多多少少 可能会对 在上层都会 对下层有这样一种 换出中国人或怎么样 嗯 然后呢 但是在中国呢 你也会遇到很多的 还会给你灌出一些思想 会说 嗯 印度啊 怎么怎么样 会给印度写什么绰号 那种什么 什么三什么 我就不说了 不喜欢那种 因为我有很多印度朋友 你当你看一个国家的时候 特观的就害怕 这是我的建议 嗯 这边看书上写 所以这边吃饭 基本只有餐了喝勺子 酱挺好吃的 面有点薄 但它很便宜 我觉得它已经很好吃了 只是这个汉堡 还有无量的面 加上一个饮料 所以十二三块钱 就是你真的很难以想象 在中国可能 你吃一个这种类似这样的一面 可能还得花 你这十二块钱很愿意了 对 花钱一个炸鸡 然后加上一份米饭 然后它加了一个小汉堡 然后还有它有个酱 这真的很便宜 这真的很便宜 卡丁很好吃 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国家的快丹丁 基本也能反映这个国家的一些物价 这个物超过之 我刚才回了一下酒店 回去稍微小休息了一下 然后现在晚上11点左右吧 再出来一下 这街道还挺惬意的 然后去前面一个便利店 711便利店 这是在当地的一家711 当地比较特色的 可能这个时候 中国叫生理旅游吧 然后现在比起来 我现在还反而还挺更喜欢 那个印尼的那个便利店 台湾很多的店 它就规划 就是外面都会有座的地方 然后还都会有WiFi 这些店 那就是 你买完东西之后 那个订单上会跟你写 就WiFi WiFi那种 看一看一看吧 How much for one WiFi 这就是菲律宾特色的一种 这次活柱子的 但是是鸭蛋 嗯 这就是活柱子那种感觉 我现在看着一看了一点 感觉不敢吃 我最活柱子就是洒洒的水了 烫好 是吗 就是一般多少份烫的 是不是 当然可以 就是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它比较当地市 可能会有一些 特色的饮食啊 就是这些东西 比方说买这种鸭蛋式的 菲律宾当地口 喝点汁 当地特色的东西 平时我可能去一个陌生国家 我可能还会收藏 当地的这个啤酒标签 就比方说这个 我可能会把它撕下来 作为收藏 每个国家 可能都收藏那么一两个 这也是我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小题好了 收藏机有标签 收藏一些当地的 看似没有花钱的那种纪念品 或者花了很少钱的那种 刚才总共发的是215 第一次就是所有这些东西 加上这个火柱子 在这个7FL 在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 也感受一下当地的特别 下边有警察 小警察在查酒驾 然后看着他们 拦了这些过往的这些 活动车 这些摩执还挺多的 然后刚刚 然后刚刚聪哥问那个 店员 他说如果我在街上酥皮 只有这个警察 会不会把我抓起来 然后店员就给他套了个袋子 就是店员什么话都没说 笑了一下 然后给他套了个袋子 如果家他可能 这个你带的街头是不允许 喝酒类的东西 比如说美国 阿兰西 对你就不能在街头饮酒 有些国家是这样的 但我去过一间生活 还有一些国家 在你买完酒的时候 你不能把酒 这个瓶子出现在街头 你再把它套上盖上 菲律宾那边不太清楚 但是店员呢 我都问过他之后 他说是没有问题 他就说 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觉得要见门口 也没有谁先走这样 嗯 现在看来哈 好像要11点快12点 就是你感觉这边 就我们在这块区域的这个街道 你觉得有什么安全的危险吗 这个街区感觉还还还不错 当我们到一个陌生国家的时候 每个国家的每个城市 它都可能有不同的区域 这个区域可能 现在来说就是所谓那种乱 啊 就是你在中国也有一些城市 它有可能有那种很脏 或者是怎么样的地方 你看这街区上很多人 他们还在这个喝酒啊聊天啊 很平和 不是 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文化不一样 就他们这 他们觉得就很平常 但是我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很恐怖 这也是 嗯嗯 文化差异嘛 让我们抵达一个陌生国家 你需要相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热爱当地的人们 他们也都可以分享给你 他们在当地所热爱的一切 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担心安全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当地询问当地人 让他们推荐他们最爱的 最安全的和美好的地方 这个世界本来就丰富多彩 无数的地方也都等着你来探索 我们打车定位 我定位到前面一点一个311那块 呃 司机呢 开到那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已经到了 这样呢既能省一点钱 省一点事儿 省一点时间 还能多逛一会儿 最后我要再分享了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当我们抵达一个陌生国家的时候 虽然有时候你会遇到热情的当地人们 但是可能还是要多找一些鲜眼 比如说这次我们回到机场的出租车 自己少找了20多匹所的硬币 大概相当于3块人民币 比如说我们从一个航站楼去到另一个航站楼 我们看到了中转的巴士 但是一些出租车司机 再谎说那个大巴车不会为我们而停 但是因为我的经验比较多 所以最终还是上了那个大巴车 这种坑蒙片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可能会发生 甚至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这源自于这些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生意 他们需要获得一些商业上的金钱上的利益 通常这都关联着一些靠着游客挣钱的工作 比如说一些当地的司机商贩等等 在中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做生意的tour 或者旅行团之类的这种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然后本期的内容我已经分享了 当我们抵达一个陌生国家的时候 基本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下一期开始我会继续分享 当我们已经在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可以关注那里的什么 感谢你们观看阿通做的视频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上以及美好的晚上 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现在是来自岸上的实况转播 我们可以看到阿通老师非常享受 在这个里面飘了起来 这个水真的很清 它看起来很开心 它看起来很快乐 它开始游了 它开始游了 哇 在这边 太高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